无论你是新手第一次滑雪 还是第一次选择自己的单板装备 作为老手 下面几个单板装备选择的tips 大家一定要听一下 首先整个单板装备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单板鞋了 鞋子不能买太大 也不能买太小 穿上鞋以后 你可以模拟一下你在滑单板的感觉 看看你的后跟是不是能拉出来 看看你把你的脚 脚掌往前滑的时候 会不会抵到你的脚趾 然后要整个这个鞋子 就是整个是包裹的感觉 不能有任何的pressure point 什么叫pressure point 就是说单个一个位置 受到的压力会比其他的位置多得多 应该是一个脚你往哪边动 然后鞋子是整个包裹住你的 跟着你一起动的这样一个感觉 第二就是固定器的绑带 大家买到一双新鞋 或者说买到一个新固定器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器 调的跟这个鞋子匹配 经常看到一些朋友 它这个固定器 它这个绑带不是在鞋子身中间 然后就是说 要么就是很难扣上 要么就是扣上以后 就是哪怕那个固定器的 那个摇齿都已经爬到最后一格了 它还是没有把这个鞋子能够估紧 对 在上雪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器的这个绑带 查到这个鞋子的正中间 然后呢 还有就是老师常态的固定器角度 反正这边呢 给几个建议的固定小度吧 然后如果说滑粉雪的话呢 建议前面18 然后后面可能-5度或者0度都可以啊 如果就是普通新手的话 我觉得就是大家前脚可能多一点吧 就是12 然后后脚呢 可能-9啊 -5这样子都可以 如果说你输完freeside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两边就15 15也可以 对 看个人角度了 呃 这里呢 建议就是说大家这个角度啊 就是正反两个角度加起来 不要超过30吧 就比如说正15-15就已经是比较极限了 如果说你正18 然后-15 那就就是对你的膝盖会有些损伤 对 你的脚不习惯就是扒这么开嘛 对不对 反正最终还是一个个人的preference 就是个人喜好问题了 OK 第三呢 就是老师常谈啊 这个外套不要买太小了 不要限制你的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和右边啊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哈 啊 左边呢肯定会夸张一点嘛 但是的话 右边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 就蹲下来基本上是 呃 很难活动开的哈 呃 然后呢 左边这套雪服呢 也是来自这个 snowwell.com 可以买到他们的这个 Litian的这个雪服哈 这个雪服呢 我觉得 还是比较百搭的哈 他这个裤子虽然肥了点哈 但是你可以配一些 就是说相对于修身一点上衣啊 什么的 呃 这个品牌现在在 国外的影响里 也是越来越大了哈 经常看到老外的那个 威斯特滑雪大神 在穿他们的衣服啊 ok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住上 snowwell.com 上面购买啊 ok tip四 就是一定要穿护具哈 呃 尤其是单板啊 呃 护膝 呃 护臀 护肘 呃 还有头盔 呃 都是非常需要的啊 对 尤其新手朋友的话 呃 护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我还记得我第一年滑雪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冰的天啊 就是说还是很容易卡刃嘛 一卡刃的话 手一撑 哇 那真的 就是这个手腕 我疼了差不多有一年多吧 呃 应该是没有骨折 但是应该是软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哈 呃 但是现在呢 比较会摔了 就是稍微好一些 但是呢 护膝和护臀 还有头盔 我是 如果说我 我是自己滑的话 还是经常会戴的哈 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ok 其实新手朋友的话 其实穿那个小乌龟啊 或者说那种 大型的屁电啊 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哈 真的很有用 特别是 如果说在一些比较冷的地区 或者说冰的这个情况下滑雪的话 这个东西的防护能力啊 绝对是会比我们这种 就是光是防这种强冲击的 只是防止微骨这个骨折的这个东西 会舒服的多哈 ok tips5 就是大家在出发之前啊 提前看好天气啊 这里呢 给一些建议啊 就是说怎么看天气呢 一个呢 一个呢 是上这个snowforecast.com 看到这个天气 还有最重要的看天气的方法 就是看当地这个雪场的这个webcam 我觉得看这个webcam 雪场的天气和这个温度搭配起来 是就是了解你今天到底应该怎么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哈 经常看到很多新手朋友啊 他觉得滑雪啊 雪场 我的冰天雪地呢 肯定很冷很冷嘛 但是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晴天 然后温度或者零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是初学速度还滑不起来 还要花很多力气的话 其实你会出汗挺多挺多挺多的 单板朋友哈 就是你需要一条很好的防水的裤子 然后呢需要一个很好的防水的手套 然后呢你的内衣最好是要这种就是吸汗能排汗的快的 其他的时候如果说是晴天的话 其实外套就穿不穿都无所谓 就是防水的外套啊 就是这种不透气 就是防雨的外套穿不穿都无所谓的 新手朋友我看到很多戴那种雪镜 然后或者把这个头包的严严实实的啊 可能就是滑了一烫下来以后 就这个雪镜起雾会起的非常利好 然后整个头真的非常非常热啊 然后呢你的雪地就戴不了了 戴不了了 但是阳光又很明媚对不对 这个雪的反射又很强烈 就是又不得不又太亮了 就是会真的会雪亡的哈 我这里建议呢 大家可以再戴一副这个运动眼镜 运动的墨镜对 就是一定要是运动了 就是不是那种一摔就碎了那种 这样的话啊 我觉得会比这个你带光戴一副雪镜会好用的多啊 所以说大家看好天气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你的手套啊 你的裤子你的衣服对不对 都不要选择那种就是太厚了 有些朋友呢就是说 他这个衣服到时候会叠层穿的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穿 那你热了可以脱一层 热了可以脱一层 但是的话 他们有时候手套一买一条特别厚的 手一直在出汗 出汗的同时呢 那你说你又不能不戴单板的话 你不能说就光光手就就放在那个雪地上用 这里呢建议就是大家买一个薄一点手套 如果说觉得自己会冷的话 你可以 戴一个这个就是内胆 内胆型的手套 然后呢你如果你觉得热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内胆 脱了 然后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呢你只穿这个外壳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舒服得多 好